潮水退干后这些水沟都显漏了 哦吼有货咯给你们看一下螃蟹怎么进食的 他一个夹子抓住这一边然后另外一个夹子来把那个鱼咬碎 然后嘴巴就吃看到我过来他不敢吃的 那夹子被他吃掉了看到没 你这家伙出来 不错 这里又发现一个鲍鱼 他们都是喜欢居住在那个岩石缝里面 我看 沾着那个石头啊 能掏十个八个就有一百多两百块了 可遇不可求的好货 小家伙这里 这种鱼没攻击性的 他们拿手去抓的 小可爱 等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跑不掉了 哇 好大一只 这是傻瓜蟹 特别缓慢动作 慢悠悠的 这些都是暗坑啊 晚上海曼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这里有一条石斑 这里有一条石斑 这伙伙一动不动啊 哦 哇 看来夹子是夹不到了 太灵活了 捏住它 哇 花点十八咯 有两只螃蟹在这里 我只听过阴阳细水 还没听过螃蟹细水呢 你俩在干嘛 哇 噴水虾特别有意思 看 你帮我教教我帮你教教上这边来喷 展示一下你们的技能 让我的粉丝看一下 下面那个不喷呢 这个给它打水 好玩吧 是不是看的特别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下面这个不好意思的 这个应该是母的 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十多二十岁谈恋爱一样 小姐姐被人看到了 就不好意思了 害羞了 哦 我在找地方装 估计是水太热了 被割勤的衣啊 一直在寻找那个 阴暗的地方来躲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潮水已经涨上来了 我们也要回家咯 喜欢阿平的帮忙顶下三连 想要关注 下期再见咯 拜拜 哇这什么情况啊 看 顶下人的一个头部 在这个废弃的鲍鱼取景这里 哇这什么情况 给它来一个特写吧 咔嚓 再抓住它头部 它应该是躲到这个 哎呦哦发脾气了 哎呦哦哦有了 哇黄头慢啊 熟了 他是跑进来干什么的呢 进来补食的吗 哦,好哦 出来,哎,对了 哇,这个头大 越大的螃蟹就越凶了 爽啊 哦哦 看 躲在这个石头上面 夹住,有了 哎呀 还想跑 跑不掉了 螃蟹都没有 哎,这家伙挺会躲的嘛 哎呦 有了,哈哈被搁浅了 金苍鱼 这鱼挺好吃的 哦 这是三更半夜了,出来讨生活的 它夹子这样的形状是在等待猎物 一旦有鱼有螃蟹过来 它就开始发起进攻 红花蟹我们这边价钱也是蛮好的 哦 哦 哦 这是一个水母哦 刚成年的 在海边也是经常碰到的 浪稍微大一点 就会把它们打到岸边 就会把它们打到岸边了 这边有货咯 是条海曼 很奇怪 为什么鱼都是腻的 那个水流往上游呢 你往下游它不香吗 啊,海曼凶 那边发现一个叶子螺了 这种海螺它也会蹲地的 就有个三四两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平哦 今天的赶海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喜欢阿平的 别忘了点个关注 下期我们在一起赶海哦 拜拜